第九篇 国领奇迹 当高尔夫球巨星哈里·瓦尔顿 对七岁的法兰西斯·欧梅特说 即使在艰困的环境中 也不要让环境使你丧志 他的建议使他的这位年轻甘地 与高球狂热分子 在13年之后 一场令人难忘的球赛中 打败了他 1913年的美国公开赛 之所以具有历史意义 是因为有许多的原因 电影国领奇迹 以令人愉快的方式 来重述这段故事 故事内容是关于 两位出身卑微的高球手 终于打到了决赛 故事显然的是跟自我提升有关 而电影作者在片中 出现了大量令人难忘的 鼓励性话语 像是妈妈对年轻 但疑惑的法兰西斯说 你有从神而来的恩赐 而且你有绝佳的机会 来证明你的恩赐 故事本身呈现出 贫富之间的极大对比 像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对比 电影也提供了许多 有帮助的资讯 像是聆听正确的建议 与学习自我控制等 以一部具启发性的电影而言 这是一部很棒的电影 然而真正赢得我心 以及赚人热泪的部分 就是关于透过感恩情绪 所表达出来的尊荣 艾迪拉沃里 这位十岁大友善的男孩 意外的 但也可以说是在正确的时间点 成为法兰西斯的球童 在波士顿优美的球场上 没有比他们两个人 更独特的组合了 当时出现了许多的笑话 因为当时是甘地出生的 法兰西斯 怎么会有资格参加决赛 还有办法请一个小孩 当甘地呢 不过因着法兰西斯的表现 大家对他的钦佩 胜过了嘲弄 最后在成功与犯错中 他成为了唯一一位 打进决赛的美国人 当时大家认为 如果他能把奖杯留在美国 而不让英国人 把奖杯带走的话 那会是无上的光荣 因此 在决赛之前 有些出于善意的 高球俱乐部会员 去说服年轻的艾迪 放弃当法兰西斯的甘地 他们愿意提供他 优渥的报酬 因为他们认为 在当时应该要派 另外一位更有经验的甘地 陪在法兰西斯旁边 为美国争取高球荣誉 当法兰西斯早上到达球场时 他发现他的小朋友 在试着想要 贿赂他的人面前哭泣 法兰西斯安慰艾迪 要他不要担心 因为一切都会没事的 然后他请艾迪去准备 法兰西斯瞪着这些贵族们 对他们说出这句有名的话 不准惹我的甘地 哇 这是法兰西斯可以给这位小男孩 最大的尊荣与感激了 因为这位小男孩 陪他忍受日晒雨淋 对所有的嘲弄 与轻蔑充耳不闻 并且在比赛中 持续给他明智的建议 不论是法兰西斯 或是艾迪 都不会因为他们的参与 而得到报酬 他们是这个世界的入侵者 因为大家都带着轻蔑 只用眼角余光来看他们 这两个人是社会的边缘人 但是当荣耀的时刻降临时 这群热情的群众 把他们高举起来 因为他们达到 没有人想象得到的卓越攻击 他们不只得到了大家的喝彩 也得到奖金 握着钞票的拳头 在他们面前挥舞着 法兰西斯开始收集这些钞票 把钱塞到他的贝雷帽中 并喊着这是给艾迪的 这是给艾迪的 他知道把这个小孩 留着当他的干地 是完成这个小孩的梦想 但是更重要的是 艾迪拒绝那丰厚的诱惑 而这些钱 其实可以满足 他家庭迫切的经济需求 我想跟你分享 这个重要的课题 就是你过去 打过最不寻常的球赛 你未来将会参与 最不寻常的球赛 与你生命中 会遇到一切不寻常的事 都是起于 也止于信心 尊荣与感激 第27章 写出属于你的诗篇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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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激是信心 带有能力的表达方式 某个星期六下午 当我跟我太太 儿子跟他太太一起看 我们最喜欢的电视影集时 当我跟我太太 儿子跟他太太 一起看我们最喜欢的电视影集时 我最小的女儿 安卓利 我最小的女儿 安卓利塔 安卓伊塔 安卓伊塔 我最小的女儿 安卓伊塔 走进客厅里 没有任何解释 就投入我怀里 对我说 谢谢你 我爱你 当下我其实 完全不希望 有人来打搅我 因为我们刚好看到剧情 最高潮迭起 最悬疑的时候 所以我很快 且简短地回答他 亲爱的 我也爱你 然后我马上 就被拉回到现实中 他感谢我 但是我却不知道原因 没有其他的事物 比我女儿感激的亲吻 来得更重要了 虽然我真的很想知道 节目的后续发展 但是我克制了我的天性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 进到厨房 去跟他谈话 我坐在冒着热气的咖啡前 而他喝着汽水 我们笑着聊着 他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我们在一起的时光 特别令人享受 因为我们很少见面 在家人 对某些他们所做的事情 很热衷 在家人 对某些他们所做的事情 很热衷 其实是家中常见的事情 对我来说 就是我的事工 而他的话 就是大学刚开始的课 而他的话 就是大学刚开始的课业 结果他先前的举动 比我想象中 来得更有意义 我之前提到 安卓伊塔如何在他妈妈 也就是我的亲戚 在车祸过世之后 成为我家的一份子 他现在问我 你知道吗 我想要正式成为 卢娜家庭的一员 他其实是为了 我欢迎他 进入我们家庭 而感谢我 现在他正式地 请我收养他 好让他可以拥有 我的信誓 这真的是让我瞳目结舌 而且感动到说不出话来 这一直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但我们不催促他 给他思考的自由 我们希望让他 在自己觉得正确的时刻 来告诉我们 他想要的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或者是如何反应 我也不想因为我心里极大的兴奋 而吓到他 这是亲子教养书中 很少提到的时刻 但是我觉得 我脸上传递出的爱 以及我眼中的眼泪 说明了一切 除了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并且告诉他 谢谢你选择了我们之外 没有其他我能做的事情了 当他环抱着我的时候 我亲着他闻起来 如花香的额头 并且轻声地对神说 父神 谢谢你 谢谢你使我的家庭 成为了祝福 感恩是不可或缺的美德 也是信心大能的表现 它能够为我们的心 带来平安 我们甚至可以预先感谢 就像是耶稣 常常在看见 他向父祈求神迹发生之前 所做的一样 耶稣使他的朋友 拉撒路复活之前 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感谢会使你觉得愉快 不论是给予感谢 或者是收到感谢的人 心中跟腹中 都会像是冒出小泡泡一样的开心 我朋友有一次跟我说 我孙女教我一个习惯 就是早上一开始 读一篇圣经里的真言 好让我有智慧 而一天结束时 读一篇诗篇 让我可以为着一整天所经历的 不论是好 是坏 都献上感谢 然后求神 让我们晚上可以安眠 这对我来说 也是很明智 且实际的建议 我也把它运用在我的生活中 我向你保证 这对于增强你与神的关系 以及在有信心的生命中 看见好的结果 超级有帮助 双倍的祝福 在某个场合中 耶稣医治了十个大麻疯的病人 我们不知道他们因这个疾病 受苦了多久 但是我们知道 他们过得很辛苦 有些人认为 他们会得大麻疯 是因为先前犯罪的惩罚 大麻疯病人 如果接近健康的人 会被认为是无理的行为 是会被惩罚 甚至被放逐的 然而这十个受苦的病人 像迦南妇人一样 带着信心 赶向耶稣呼求 虽然他们仍然有大麻疯 但是他们遵守耶稣的指示 去到祭祀的面前 当他们在路上的时候 他们就被医治了 你可以想象 他们有多开心吧 令人难以置信的 只有一个人 回头献上感谢 而他刚好是外邦人 这个举动 为他赢得了双倍的祝福 除了得医治之外 他也得到了救恩 就像是我们看到 耶稣所说的 起来 走吧 你的信救了你了 只有撒玛利亚人 是懂得感恩的人吗 我不认为 但是我们知道 他所表达的感激 使他得着了双倍的祝福 你可以因为身体健康 有好的工作 而感到开心 但是如果你不表达出 自己感谢 你就会变得不知感恩 为什么要剥夺 可以改变你生命的满足呢 我们有时候会对生命中的信心 怀抱着错误的期待 因为我们会认为 所有的道路 都应该是毫无阻碍的 然而事实是 我们就是会经历一些的苦难 就像是使徒保罗所说的 神的能力 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但是会有超越 我们所能控制的 外在环境 给我们磨难 当我们明白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 都放下了能力时 我们的信心就会结出果子 而我们的能力 就可以胜过外界 威胁我们的困境 当你觉得软弱的时候 去到神面前祷告 为了神在你生命中所做的 正在做的 以及将会做的一切 感谢神 你可以确定 自己的信心 一定会被提升 义人的兴起 义人也许会跌倒受难 但是神应许 要再次兴起并拯救他们 就像是如果 我们的天父看到 我们现在的问题 他会放胆宣告 让大家都听到 我的儿子有能力 从挫败中站起来 再多次都没有关系 义人要有着胜利 已经在不远处的信心 你记得耶稣跟彼得说 魔鬼要像筛麦子一样的 筛彼得吗 但是耶稣祷告 彼得的信心 不会使他失脚 这两个对彼得的要求 都完成了 使徒彼得的确落入试探中 但是他也重新站了起来 并且激励了其他的弟兄 我们的目标 是在每次跌倒时 都能够再次站立起来 而且变得比之前 更坚强 然后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能力 住在我们里面的见证 当我喉咙发炎 身带肿胀的时候 我曾经好几个礼拜 停止讲道 但是我宣告 奉主的名宣告 我不会被击倒 我要从这个困境中走出来 对更多的人传讲更好的道 当我们面对 会使我们落泪的困境时 带着信心感谢神 直到神会再次兴起我们 所以我们要恢复歌唱 微笑 当我们面对某个特殊的问题时 我的太太问我说 你为此祷告了吗 我说 还没有 我正在想 要祷告些什么 之后 我就在神面前哭泣 敞开我的心 并且默想 我知道神要告诉我一些事情 而我也准备好 要来聆听 当时就好像电影的场景一样 我开始看到历史的某些部分 包含创世纪 亚当的堕落 亚伯的谋杀 洪水 在旷野四十年的以色列人 以及扫罗王的失败 我发现神在某些情况里 也有着看似明显的失误 但是透过这些故事 他教导我们 兴起 并且继续向前迈进 当我擦干眼泪之后 我开玩笑地跟神说 我现在明白 你有的时候 也需要被安慰 我们的父神 对第一位亚当很失望 但是正没有让神停下来 他派了第二位亚当 也就是耶稣 来赐给我们最棒的恩赐 恩典与永生 这是神教导我们 永远都要为着更好的事物 向前迈进 因为对神而言 没有投降这回事 神坚持 是因为胜利是属于他的 如果扫罗王没有这么糟糕 大卫也许就不会被兴起 成为信心的美好典范 更不用提大卫写出 充满赞美与感恩的美丽诗篇 这虽然听起来不合逻辑 但是我们在困境中 仍要献上感谢 并不是因为我们是被虐狂 而是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疑虑 也毫无保留地知道 我们是得胜者 活着来见证 在诗篇103篇中 大卫写到神的名 是非常大的祝福 对他带来极大的帮助 以及如何拯救了他 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注意到 当大卫一开始写的时候 他是先经历了 他所提到的一切 不公义 疾病 以及在苦坑中的情绪 如果我们没有经历任何的痛苦 要写出这诗篇中 可以歌颂的文字 是很容易的 然而每一个人 都可以像大卫一样 写出属于自己的诗篇 写出他如何面对困境 而神如何使他得胜 我们应该要 无时无刻地赞美神 不只是因为 我们要向神呼求 对我们困境的帮助 在我们遇到困境时 也要赞美神 也许你正在撰写 关于你试炼与疾病的 属于你自己的诗篇 但是不要失去信心 永远都要高举神的名 因为他会拯救你脱离苦坑 并且为你带上恩惠 以怜悯的冠冕 你最后可以高歌 我如阴展示上腾 我永远不会忘记 克劳蒂亚 那位永不放弃 四肢瘫痪的年轻女孩 她渐渐地恢复 她的行动力 带着极大的信心 直到她完全恢复 她一开始 是只有小指可以动 她很快地开始 移动其他的肢体 她的父母照顾了 她好几个月 带她来我们星期天的聚会 为着她复原的过程 感谢赞美神 她有信心 可以胜过自己的瘫痪 并且完成 渴望成为医生的梦想 我被她的见证 深深地感动 她说当我躺着 完全无法移动的时候 我曾经独自一人 然后有蟑螂 从我身上爬过 我没有办法 做任何的事情 来防止蟑螂 爬过我的身体 我连尖叫都不行 当我听着 她的见证的时候 我心想 现在为着 所发生的一切 献上感谢 是多美好的事 然而在我们现在 看起来 是美好神迹的背后 她经历了多大的困难 求神给你写出 那些困境诗篇的力量 而当神再次 兴起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写出 喜乐的结局 让我们 谱出信心的歌曲 带着更新的心 来赞美 并且写出 称谢神爱的诗篇 让我们来敬拜 应该没有什么事情 比看到一个孩子 受苦 来得更糟糕了 你可以想象 迦南妇人 为了她被 邪灵搅扰的女儿 呼求怜悯的痛苦吗 那不只是一个 简单的发烧而已 那是邪灵 迦南妇女 向耶稣呼求 但是一开始 耶稣没有回应 这个部分 引起我心中的 一些问题 与疑惑 但是神对我说 祂永远都会回应 祂只是没有告诉 我们时间 与方式而已 重要的是你相信 神会回应你 声音说 迦南妇人敬拜她 可能她当时 是跪着 在亲吻耶稣的手之后 额头靠在地上 她呼求敬拜耶稣 但是神直到 她展现出 坚韧的信心之后 才医治她的女儿 我们敬拜神 是因为她是我们的神 是配得所有荣耀 与尊贵的神 迦南妇人的敬拜 与在信心中的坚持 为她赢得了神迹 我们需要看见 信心与敬拜 是互相帮补的 敬拜本身 就是有意义的尊荣行动 它是独立于 我们身为信徒 所做的其他一切事情 有些非基督徒 会唱基督教的歌曲 但他们不是在敬拜 敬拜中的基督徒 是渴望神 可以彰显自己 并且带下神的同在 神彰显的理由 是因为耶稣基督 已经在各个 祂的石架上 流下了祂的宝血 而不是因为 我们歌唱跳舞 我们不可以说 是我们的赞美 打开了天上的门 因为没有任何歌曲 可以取代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是透过 耶稣的牺牲 才得以来到 父神的面前 我们爱慕神 是单单因着 祂是我们的主 认为跳舞 可以从神那里 得着什么 就像是回复到 印第安的阿帕契族 跳舞求雨的 神秘仪式一样 但是在五旬节的时候 其实没有人唱歌 或跳舞 但是圣灵 还是大有能力地 交关下来 敬拜就像祷告一样 跟时间长短 没有关系 而是跟品质 与强度有关 就像是你花在孩子 伴侣 以及你爱的人 身上的时间一样 你要花时间 在亲密中 来敬拜神 我们需要以灵 与真理来敬拜 而不是用魂 意思是 我们不应该 让我们的情绪 来影响我们的敬拜 不管我们犯错与否 对某人生气 或是觉得沮丧 神都仍然是神 主导文 以对神的爱慕 为出发点 然后接着 悔改与原谅 不要因为你心里的状况 而限制了你的敬拜 因为神是我们的神 而且不管我们的 景况是如何 祂都配得你的尊荣 即或不然 沙德拉 弥撒 亚伯尼 是三个 被拘禁在巴比伦的 年轻以色列人 他们的朋友 但以理 因为选择 被丢在狮子坑中 也不愿否认 自己的信心 而声名大噪 这三个人 也是带有信心的 敬拜者与英雄 他们是我们 坚信与勇气的范例 在那个时候 似乎流行 发明一些 独特的惩罚方式 所以这三个人 被丢在烈火的窑中 理由跟代理 被丢狮子坑中一样 他们坚定地 为信心站立 在他们的案例中 他们拒绝 向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撒的 金像屈膝或敬拜 这么多年之后 这三个年轻人 教导了我们 如何在面对 做错事的试探 在这样的时刻里 我们需要说 不要叫我这么做 因为答案是不可能 如果你要跟着船 一起沉下去 那是你的问题 但是我选择 做正确的事情 我们都会遇到错误 或是不当的提议 因为人们 都会找同伴 特别是吸毒 或酗酒的时候 不要因为朋友的试探 而让步 因为这会使你 误入歧途 我们需要站稳 并且说无论如何 我们都不会妥协 就像代理里的 这三个朋友一样 我们需要放胆宣告 我们侍奉的神 必会救我们脱离 沙德拉 弥撒 亚伯尼 为我们设立了 很棒的典范 但是也许 他们生命中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他们对神的爱 与极大的信心 这可以在他们对神 肯定的话语中证实 他们说 即或不然 王啊 你当知道 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 圣经说 巴比伦人 看见火谣中 有四个人 因为神也与他们同在 他们的忠心 得到了神信实的奖赏 他们不只被试探 也得到了证实 而被高升 尼姆贾尼撒王 命令将他们 带出火谣 并且宣布 以色列人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并且给予这些人 重要的职位 让我们跟 沙德拉 弥撒 亚伯尼 一样的忠心 与坚持 他们只看到 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 神会救他们 脱离火谣 或是 神会带他们 进入他的同在里 然而 这两个选择 都能看见 神的恩典 与怜悯 不断地敬拜 当我们为着神 是我们的天父 与全能的造物主 来敬拜的时候 我们就写明自己 对神的爱 当耶稣 进入耶路撒冷时 人们拿着 钟吕汁 来赞美欢迎他 有些人 要耶稣 叫群众安静 但是耶稣 回答说 如果他们不敬拜 石头都要跳起来 欢呼了 一切的活物 都要敬拜神 如果你不敬拜神 植物会开始 敬拜神 但最终 神会得到 他配得的敬拜 狮子要敬拜神 不是因为 他要跟神要求 猎杀 长颈鹿的许可 而是因为 他是神所造的 而他要来尊荣 这位造物主 当全地 都来敬拜神的时候 时候就到了 因为神的荣耀 与同在 会遍满全地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 敬拜他 有些人来教会 是只为了听讲道 而不是敬拜 带着这样态度的人说 他们把神当成 是一个老师 而不是他们的神 你要留心自己 传送到天上 尊荣神的讯息 神会侧耳 留心听那些 清新忘我的 在神面前 敬拜的人 我们在顺境的时候 要赞美神 但是在困境的时候 也要赞美神 因为无论 在困境或是顺境 他都是你的神 但我们有好的设备 舒服的环境 与好音乐时 敬拜是容易的 像保罗跟希拉 在监狱里 敬拜神呢 不论有没有 超赞的运行 有没有音乐 你有没有犯错 神都是昨日 今日 永远不改变的神 而且不论你的处境如何 他都配得所有的尊荣 我们不是因为自己的好心 才得以进入神的同在 而是因为羔羊 纯洁的宝血 不要试着去跟这个真理 而是要告诉神 我在这里 软弱又不完全 但是我因着你的能力 与我完全敬拜你 不管健康或是疾病 不论有没有神迹发生 我都知道 你是我的神 你能不能再进入神 祝你